就想多体验一些 好像自己没体验过的东西 其实演每个角色的时候 都在尝试不同的方式 流量是流量 演技是演技 定义也好 或者是认知也好 或者是标签也好 我觉得我都会接受 其实在上大学之前 高中的那个阶段 其实也是对自己的未来 产生过疑问或产生过迷茫 我到底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 我到底以后要走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方向 所以就想多体验一些 好像自己没体验过的东西 我也是机缘巧合 然后就去试听了一下 当时石家庄在省华剧院的一个老师课 听完了就觉得 说实话那时候是听不懂的 但是当时我的那个老师给了我挺大的信心的 他说如果你要想学 他说他觉得我一定能考上 我就觉得其实这句话在我人生 对于自己未来迷茫的那个阶段 作用是很大 其实我性格是很内向的 对于这个行业坚持下去 我觉得白龙园是可以说是我学习到 或者是我开窍的一部作品 因为那个作品 不管是从当时的所有的演员阵容 还是导演 还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师 比如看剧本这个对于演员来说就很重要 当时嘉宜老师给我这么一点播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剧本如果演员连剧本都读不透 读不懂 不把它给吃透了的话 其实对于你的判断和对于你的塑造 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种馈赠 就是对于当时作为一个年轻演员 还在校的一个学生来讲 这是一个花多少钱都学不来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有跟我相像的地方 我塑造的每个角色一定都有邓伦的影子 可能就像一千个人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我觉得陆赵海跟我那个阶段很像 我的那个阶段是我已经下定决心 我不管再难再苦 我要去演我想演的角色 我要去 我要想去在这个行业去努力 可能我觉得陆赵海跟我正好接 白罗园的那个阶段的那个状态比较像 所以很热血 然后年轻 然后什么都不怕 比如说谢童来讲 在我觉得他内心的东西就是一种孤独和一种自卑 和一种无助感 所以当他遇到他喜欢的女孩的时候 他会对于他的人生和对于他的状态 和对于他说话的状态 和对于他走路的状态都是有改变 这是可能我在我当时可能我给他去设立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基调 其实演每个角色的时候都在尝试不同的方式 国外的话我很喜欢摩根弗里曼 对 我很喜欢他的他的他的表演 我看他的戏的感觉是 他可能就是把把把心里的那个那个基调带入得很深 他演过那么多戏不管是串的也好还是他演主角也好 就是你看他他演什么他演什么他就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会把心里的那个基调会带入得很深刻带到角色里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和他的所有的自然感都是那个角色 我觉得不管是每一个别人对你的定义也好 或者是认知也好 或者是标签也好 我觉得我都会接受 我可能在旁人看来 邓伦你身上的标签有好的有不好的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来讲我觉得都是好的 流量 我觉得他只是代表着一个影响力 流量是流量 演技是演技 如果他们俩一样 我会觉得他们俩用一个词就行了 如果说如果大家都说有流量的你就没演技 那咱能不能反过来说 就是你有演技的就没流量 就不通吗 作为我自己来讲 你也得把这俩事分开 你有你的流量 但你也要你有你的演技 我觉得一个人在人生中不是要把一件事做好就行了的 首先我会很感谢所有的观众和粉丝对我的认可 然后我会很开心的 我也很开心的能让自己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影响更多人的好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件一件事情 最怕的就是当有一天没有人告诉你 在你的身上都是演技好 流量影帝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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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你了 那个时候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 你真的会那么好吗